元朗洪水橋今日清晨6時多 發生夏日命案 有途人報案指 一名男子於街上拖行屍體 警方趕至現場接駁一名男子 證實他用板車拖行一具女屍 男子涉謀殺當場被捕 據了解 被捕男子姓吳25歲 女死者姓葉21歲 兩人因工作認識後成為情侶 兩人之前都沒有家庭暴力紀錄 經警方初步調查 相信第一現場在庫安花園 疑犯今日清晨2、板車、原田下路運事 途徑垃圾站和中電變壓站 一對氣下靜物 其後被街坊揭發報警 疑犯拖行屍體全程約450米 法醫隨後到場調查死者致命傷口 和死亡時間 女死者身上有穿衣 頭部被保鮮紙包裹著 而板車上有一塊物品電住死者 身上有血跡 據悉有街坊稱疑犯被捕時並無反抗 其後被壓上警車 表現亦合作 另外有目擊者表示 精神期間見到男疑犯 雙手拉著疑似雙腳的東西 想塞到板車上 隨後男疑犯繼續拖行期間 屍體的腳部跌出 並露出腹部 目擊者下見是屍體 立即報警 警方正調查案發的地點 以及行空動機 據了解 男疑犯在舊街坊眼中本性不壞 多次被女友找殯 一年前與前度女友分手後 在荃灣逃房工作期間 認識了業姓女子 兩人由同事發展至情侶 男疑犯難掩興奮 向舊街坊開心分享新戀情 不料她會涉嫌殺害女友 令人驚訝又唧唧 SqlD